前面,第一段做完了,在前面是身子手完了以后做了个收拾,主要说第一段如果做完了,你不做了,来个收拾,暂时告一段落。 如果继续往下做,那就是用狮子手直接的,你就往下进行了。 今天我,现在我们做的呢就是说做这个做几个狮子,就是狮子手往后呢就是暴虎归山,暴虎归山完了以后,周底锤,周底锤完了以后,做三个倒点头。 正在这个套路来说,顺序就这么不顺序。现在,我拿这几个狮子呢做它一遍。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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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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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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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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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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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嗯。 。 。 就是做的時候,我們還注意一下,整個由開始一直到現在。 我們都強調了,趁手間碰手窩。 手間一定要拽住你的綁肩。 只有這樣呢,你才能夠跟你的驅趕,整個練起來, 腰才能起到作用。 不然的話,就是兩個臂呀,自個兒說話,不合適。 但是,只有這樣的,為腰的活動創造條件。 這個時候呢,才能夠使腰帶起來全身活動。 下面,我們做刀臉猴。 這刀臉猴的方向,沒有變。 它跟我們前面所做事的,還有點不一樣。 前面的事的都是往前頭走的。 刀臉猴呢,唯一的,在整個套路面來說, 它是朝後退的。 退是退。 它從它的全部要求來說, 從經濟方面的要求來說呢, 它是以退為進。 怎麼叫做以退為進呢? 它是降頭退的。 你比如說,我們這走的時候, 它鬆開右拳,全下腹, 全下腹,全為作長。 坐上右腿以後, 批左腿往回舍步。 舍步。 步呢,還是呢,吸收。 但是呢,當你轉身向左的時候, 右掌呢,就坐到身中間了。 然後呢,公腿的, 坐腿的時候呢, 你給它往前提出。 所以,雖然是退了, 它還搞不得一掌, 給它一掌。 所以它說呢, 到臉猴呢, 雖然是退, 它是以退為進。 它有這個內容。 因此,在我們做的時候, 你就拿著一掌的意思表達出來。 這個具體做呢, 現在呢,是虛失步。 這兩個條, 一條中間左右兩條紋。 怎麼保持它呢? 翻過右掌, 還右臂, 去背作長。 還是怎麼拿著做好呢? 做好以後, 你用右腿啊, 重心呢,保持好。 這不往後退嗎? 你左手往前伸, 要調節它的平衡。 這不往後退, 這個腳是往前伸, 所以這個平衡啊, 就比較好找了。 這個平衡好找的是, 當這個腿撤的時候, 你注意一下, 就是什麼呢? 向伸比較懂, 向伸別懂。 向伸不動以後呢, 就是左邊之前, 之後給它撤。 先腳尖, 後內腳尖, 然後轉身擺腳尖, 坐起長來, 向前推出去, 左邊由前後擱在左垮的旁邊, 用力的視擺伸前方。 正左座的這兩個腳啊, 還是侵翅步。 還是侵翅步。 這兒呢, 還是起手相對, 身在外面擱, 就左手看, 哎, 就擱在左垮的旁邊。 哎, 就可以了。 坐第二個的時候, 把你左臂翻右掌。 他坐好腿车步 车步的时候 直前之后脚尖 内脚尖 你转身白脚尖 左掌向前推出 右掌口隔在右掌旁边 就可以了 这是第二个 他练着做三个 就可以了 这个做法就是这样 就在做的过程中间 你要是身子如果偏了 你比如说我们好像做的时候 如果你这个身子提前以后 上身不保持它原来形状 这个左脚就很容易 你要偏右了 这个脚就过到右边来了 如果是在右边 就容易偏到左边来了 左边来了太大了 歪了就好 到右边来了也不合适 因为他的步子 都是巡视部 所以你还要保持 他的巡视部 因此做的时候 上尸不宜动 上尸你别动 脚直前之后 脚尖内脚沿 你转身白脚 注意坐上 要拿这一掌 做出来 如果这一掌 作本这么搁出去 就没有这个意思了 就没有以腿为筋 所以这一掌 一定要做出来 要这一掌 做出来就看了 和精神 没有这一掌 就不太合适 这一掌 这一掌 主要是 暴虎碧山 周底垂 三个道年猴 现在这一段 由杨军 来联系的给你做一点 加准才影响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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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這段比較長一點 但是這一段裏面很多式子是重複的動作 重複動作 有的重複動作在接觸的地方少有不一樣 現在我拿這一小段再做一做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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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做這麼一段 這一段呢 就由倒臉猴先接鞋肥石 鞋肥石的方向 現在呢 在咱們這就是西南鄉 由鄭東走西南 這中間呢 需要一百三十五度的角度 角度比較大 這跨度比較大 它是什麼 它是一大開大展 以劣勁為主 大開大展 它這麼走的 它站上到眼邊以後 它是往著右側 以大開大展 劣勁為主 跨度走成一百三十五度以後 大開大展 它這麼走出去的 這麼走的 所以這個走出來以後呢 擺到那兒 應該是在這個斜角 在這隻走出來的 他在那兒 小燭 這個大展 是要向左手 把右手 給出一些總圍還有一百五個 往左邊引一下 起到個調節作用 當你做好左腿 慢左腳的時候 注意左腳要搖才有全學 保持它的平衡 這樣走的時候 你這才開當 往這個斜角來慢 慢出以後 再轉身的時候 就必要放開它 放圓它 大開大轉它 隨著身有左相右 左腳第二次在下面一扣 這個左腳扣的方向 它就指向正南 就可以了 這個走的時候 要放開它 腰帶它放開 這麼走 要這麼走 兩人放開它以後 左手各在左方的前面 就可以了 這個手心的側墻上 不要從彎的 要伸出去 要跟著走 要看著 也要隨著它看著 基本上在上走 它是往上走的 顧名思義 好像它形容 小樣 飛的意思 所以斜飛是斜的 往這兒飛 你要拿著飛的意思 由啥啥 各種啥意思 顧名思義的 你得表達出來 表達出來 它是列進為主 大開大展 我們提到那兒 往後的時候 我們還有一把分鐘 到一把分鐘的時候 我們再做一介紹 這個做法 就是大開大展 以列進為主 這麼做 下邊接呢 就是接這個提手常識的 提手常識 跟原來單邊提手常識 做的方法一樣 但是接續地方不太一樣 原來我們單邊提手常識 由單邊接的 現在是由斜飛式往這接 但是首先 你得到清楚 就是這個方向啊 單元由正東轉入正南 現在我們是由這個西南角 要轉入正南去 這個也要通過轉換步伐 先擺出八路 這個西南角 這個做呢 是不是這麼做 現在我們在這兒的時候呢 這個動作呢 這個姿勢啊 在這個西南角呢 這個左腳指向正南 這個時候 你要是姿勢擺到正南去以後呢 這個左腳 必須是指向東南 然後這個腳呢 才能夠指向正南 這就一樣合適 所以這個腳要動 動是 左兒是什麼呢 想把鐵 他說重輕前移 鐵左腳 指向東南 然後重輕後一兩臂開 坐好左腿 提腿慢骨的時候 兩臂還在正前河 正前一 feed il 要把鐵左腳 我的腿 那時候左腳從八路正南去的 這跟以前一樣 也是腳盔過地 下面重複式的 白鶴梁子 翻拿 做女 刀手兩一合 扣腳 走路正東 還跟以前一樣 哎 做出白鶴梁子就可以了 左路前後 也是重複式的 就不說了 下面 叫海底鎮 顧名思義呢 海底鎮就像下的 方向不變 還是承東 它還有承東 鄭東呢 它這個做的方法裡面 它這個右臂有個體積 有個沉積 而且做的時候呢 還有一點需要注意的 它叫遮腰下沉 所以 郭明思義遮腰 啊 就有點呢 就是說 翻的意思 遮腰 翻 但是有前提 啊 必須呢 鬆腰鬆滑 臀部不能起來 我給您坐壹下 啊 我給您坐壹下 啊 這左樓描露了 他說 共青前移 提右肯定地把你動手投下 然後 由下而上 提起來 由前往後 提到呢 很有策 這個提的時候 要注意全肩吹肘 不能抬起背 要注意它的全肩吹肘 腰帶的提 你不能腰不帶到這兒 是兩個手這麽提 這提成不可以的 一定要是腰帶的 中青前移 右肅下行李遮腹 腰帶的它就能提起來 做好腰盆以後 這個牛肉宮墓啊 就變成虛世墓的時候 這個左腳 哎 想往一靠 然後右臂由後 向前往下 給它沉下去 這腰下沉呢 說就是 腰滑一鬆吹 這個時候呢 不能夠什麼 屁股撅起來 往下沉 不可以的 腰一滑 必須鬆吹 右手的向你扣 啊 右掌的向你扣 啊 右掌的向你扣 啊 左手的藍刻在左肩旁邊 這麽做出來就可以了 啊 這叫海底針了啊 這叫海底針了啊 主要是踢起來 踢下去 一踢一踢 拿著兩個去做出來 啊 這叫做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剛才說了 主要是趁前吹走 左臂相應地抬起來 落下去就可以了 啊 那中間一 提起來 左臂相應地提起來 坐好腿由後向前 往下 給它沉下去 就左腳 哎 少帶韓曲 不要硬平到那裡 下飛到山童貝了 下飛到山童貝的方向 還是在什麽呢 這個鄭中 但這個世子呀 有它的特殊性 跟前面的單邊的意思相似 啊 因為它們進的是兩頭針 一針油 因此上身的 它也是個正的 因此呢 既要顧田又要顧厚 所以這個身的 這個驅桿呢 也要偏右 啊 要顧點厚 要不顧厚頭了 就這往前走了 啊 所以它做的方法呢 是這麽做的 它抬起上肢翻油筆 左手搭的又小力 啊 它們坐好腿 由虛瘦便公布 左腳相托化 腳跟身蹲 重心肚間 以公主腿的同時 兩股前頭張開 哎 左手左背 指向正中 右手由前而後 刻在 右腳上方 刻點擺出來 甚至是正的 這麽前頭拉開 張開 就可以了 啊 這個呢 叫做 扇通背 啊 就扇通背了 這個臉 這個做的時候 稍微注意 它的配合吧 啊 就是起的時候 這右臉啊 由下而上 掌心肚間 相外旋 就是臂小外旋 啊 左手搭了右小臂以後 做好腿慢腿 左腳向左肝 然後兩股前頭 給張開 啊 張開就行了 右手搭在 右臉 右臉腳的上方 掌心朝外 并成弧形 左背来挣前处长就可以了 挡坐起来就行了 这个做法是这么做的 下边接着就是转身 偏身锤 偏身锤是转身以后 使全臂全背了 击打对方便门 他们过渡的时候 坐的时候 由正东要转入正西 跨度也是比较大的 它是这么做的 由这三东臂 它重心扣以腰带左脚扣 它左背赤头不上方 右背掌心想想 按着腹部前方 转过身重心移过来 两臂给它分身开腿就可以了 这两臂你看都是成无形的作弊 成无形又比成延传无形一上一下 第一步 第二步的时候呢 它右手握拳呢 它说拳墙下行 在踢腿慢步往正前方慢的时候 同时呢 同时呢 就是右拳由下而上 左背由上往下 这个三拳呢 都要你一块做 你看 踢腿慢步 撇拳左背 到这儿 挤出一拳去 是拳臂 全背 给它挤出一拳 紧接着 他说这一拳呢 没有打到对方的时候呢 弓腿落出来给推掌 再招捕他一掌 从这个做的时候呢 逐渐弓右腿 跨右拳 出左掌 是这么做出来的 右手跨拳嘛 还在这儿跨的 怎么跨出来的 我再做一遍 这个式子做的时候 也要注意它的下距 与上距的配方 在转身的时候 尽量转过它135 右脚比较相近 所以在这个走的时候 这两个臂呢 再转着 左背可以直接这么去到头 扑上方 是吧 这右臂呢 在转的时候 变得掌心朝下 整个鼠臂呢 按下来 按着是无前方 这个左脚随腰 扣它135度 扣过来重心坐回来 前面不是说过吗 趁走这样碰着卧 走这转往这 你看这边就看见圆满 不是这样的 就从这样走就不好了 对吧 一定要趁出去 走圆它 圆就显得丰满了 也比较显得圆满了 也比较显得圆满了 比较走得圆了 注意它一下 你看它这个右手握拳 拳在掀墙下头 由下而上 踢腿满路这三点配合起来 你看这个左背由下而下这么下 右拳由下而上了这么走 右手握 右手握 这三点都配合起来 脚招这以后 重心向前移的同时 右手握在桌挡出去 拿右手握出去 就行了 所以这转的时候 重心后腰带左脚扣 最好扣过135度 它这135度扣过来以后 你这个右脚往这儿 慢的时候就比较顺了 这右脚慢的时候 因为它是公布 所以中间要有幅度 你必须拉开一肩同筷 所以如果你这脚扣不够数 那比较是向左跨 向左了跨不出去 向右跨不出去 跨不出这个脚往这儿 慢的时候就小了 如果小了往这儿一走 它底下就站不住了 不美 不舒服 刚才我们做的是转身 偏身锤 这个完了以后 就是进步扳斩锤了 在前面做的扳斩锤 也提到过 就在这个扳斩锤 就第二个扳斩锤的时候 这个扶碗一扳碗 就更加明显的清楚了 你看我给你做做 它用偏身锤往后接 在重金扣鱼的同时 翻右拳 翻左掌 右拳向前扣出 左掌右拳而后搁在右臂的周板之间 做出扳的形状来 这很明显的右手扳的形状做出来了 它搬过来 提腿蛮路给它搬过去 两臂拉开 这跟前面的这都一样 就是说所有不一样的话 就在街区里面稍微那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的就是在这个 在这个基础上 这个拳怎么走呢 比如说在重金扣鱼的时候 翻权翻掌同时做 然后用拳由后而前 给它扣出去 也就是从这扣出去 做出扳的形状来 就可以了 你看这个扳的就比较完整 扳过来就扶往扳朝下扳 提腿蛮路全被朝外 就翻完扳过来 然后拉开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扳的锤 就在这个街区地方 稍微有点不一样 就翻权翻权向前扣 就全都这么扣出去 注意到这一点 下边就扇木兰车尾了 这个扇木兰车尾啊 方向跟前面做的方向一样 具体动作也是在街区地方 稍微有点不太一样 你看啊 刚才走通过转方打开脚 捧起左边 捧一定要是避捧 不要光翻手 翻手不可以的 正着捧 拿着捧做出来 撑出走肩空住手腕 走肩拐绑间 你要练着几倍 这右拳呢 要侧翻一下 翻到四十五度这么个侧翻一下 为什么这么翻呢 你看这个翻的 这个角度比较合适 你看 松开拳还琴臂 也高点上步 正合适 正合适 如果这个全不翻 时间就这么走 就跑到这左边来了 不太合适 太小 翻得多了 算太大 就是翻到四十五度 就是翻到四十五度 这些正合适 正给它上 所以在这个蓝车尾的时候 我们就要注意它这个什么呢 左边的棚 一定要棚起来 不是光翻手 一定正能拿棚做出来 拿棚的意思做出来 然后呢 鱼体案就是一样的 这个上步以后 驴跟原来驴是一样的 顺便再说一下 还是指尖朝上总结呢 指尖高于总结 现在这么翻旋转很好旋 不然的话 你这一台平板以后 你相反旋转 旋转没法旋转的时候 注意它一下这个地方 下边呢 就接单边了 这个单边也是重复动作 也就不多说了 你就拿个坐下来就可以了 扣过来坐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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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出灯爹 按照套路呢 我们先坐着转 好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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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清唧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但是它每一個呢 有左還有右 這暈熟 暈熟完了之後呢 還是單邊接高探馬 我們先拿這個小段呢 先分別做一下 單邊 結束 Nacht 2 7 2 1 1 确认词曲 李宗盛 這雲手 它是分左右 為一個 它這個做的時候呢 它的布子呀 都是踩著馬步 馬步具體的做法呢 它是這樣做的 三邊 它是重輕扣移 腰帶左腳扣 左腳就指向了正南了 這個身子呢 它要走到西南去 走到西南 由西南到東南走九十度 在走的過程中間 這個時候重輕的右腿呢 它要轉左腿去 重輕坐在左腿上 變左腿為屍腿 右腿為屍腿 它這個過程呢 是這麼做的 先坐左邊 它說 身向左轉 重輕左移 左手呢 坐成彩狀 往下 這時候坐在左腿上以後 左手呢 從彩狀往下下的時候 是吧 右臂呢 就變成了掌心朝裡了 鬆開掌心朝裡了 鬆開掌手以後啊 就在你的身前了 是吧 在你收右腳的時候 收的時候 他注意什麼呢 他腳尖一扣 內腳尖著你 右臂捧起來 然後呢 然後呢 就由左降右 左右邊呢 它由左降右呢 右臂捧起來 逐漸變彩狀 你看 再轉身由左降右 走九十度的時候 這個手啊 就變成彩的形狀了 就變成這種彩的形狀 把它下了 左手變彩狀 右手變彩狀 左手呢 變彭狀 左手 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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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左腿上以後 右臂也逐漸緩到身前以後 就逐漸變彭了 坐好左腿伸右腿 腳經裡坑內腳而著地 重心逐漸由左墻由右位彭起來 身強右轉由彭變踩 從咱們現在坐來這第二個做完了 一坐右位一個 現在我們是坐在兩個左邊兩個右邊的了 坐第三個 坐好右腿慢左腿腳尖離扣 身下左轉左邊捧起來 逐漸變彩 重心坐在右腿收右腳的時候 這是第三個了 下邊是接單邊了 接單邊的時候呢 就為個單邊做好八足的準備 所以這右腳離扣的時候 就要指向了東南 回單邊做好準備 那後面又被捧起來 由棚變彩 逐漸的做出掉手來 左邊捧起來 做好腿慢出一腿 我們做出來單邊來 這個中間呢,走的時候,我們就要注意了。 注意,這個腳走的時候,跨步的時候都這麼跨,這麼跨。 腳在那一腳圓,這麼走。 中間移到左腿上以後呢,這個腳逐漸變虛部。 虛部時呢,腳根離地,逐漸呢,腳在這裡。 收的時候呢,也是腳尖,內腳沿,這麼走。 這個呢,一直保持肩童寬,踩成馬虎。 當這個重心左移的時候,一般呢,由旁邊踩, 他手是這麼走下來的。 鵬,很自然從前了。 鵬都注意了,還是這個說法啊, 撐出手就要空出手窩來。 走的方法,別這麼走。 更不要的就是鞠骨子走。 有很多眼鏈的同學啊,不太清楚的時候, 就光拿著兩個胳膊給它畫。 伸的不動,這是錯的。 所以呢,要坐的時候一定是腰帶起來,走它九十度畫的。 走這九十度,大一點。 你看我這個走的時候,它九十度。 你看這個走的時候,中心它右腿的時候,身材又軟了。 左腳慢出去以後,由油而左。 你看這個走的時候是腰帶的。 它不是這麼走出來的。 腰帶它這麼走。 要走大了。 真的是腰帶它走。 油棚變彩,油棚變彩。 油彩變彩。 你看,都是這麼走出來的。 所以這個走出來的也好看。 衝出去呢,看得很薄把。 進得看得很厚厚。 所以坐的時候,你一定要用這個。 這是人手啦。 下邊呢,叫高探馬。 顧名思義高探馬。 是比較高了。 就是馬鞍。 大馬鞍。 所以這個走的時候它是這麼走的 一般呢 現在我們這個雲手做單邊 叩腳以後在這個角 勾起吊手滿足左腿做出單邊來的 所以在這個做的高探馬的時候 它動輕後一掌心突踐地朝上半 又被裏曲做為右腿 做為右腿擺成左腳的時候呢 它由公布變成虛勢不相比修 然後倒進身子呀 你這個掌眼朝天技術 它這麼走出來 是這麼走出來的 所以這個壁走的時候 你注意它裏曲平坐 這麼做 然後轉過身子來以後擺動腳來 掌眼朝天 想這麼往前進去 給它出去 所以這個時候走的時候不能大了下來 要大了下來到時候走的時候就不合適了 是吧 所以它這個壁是什麼呢 這麼拼著 然後轉正順子以後往前推 向前面踢踏了 這個時候對正順子前衣會拉開 這個時候對正順子前衣會拉開 這還有點需要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 注意什麼呢 就是說我們有往有的同學做的時候 開始的時候做的單邊 我們都是朝正角來做的 但是它往下面做這個高探馬的時候 剛才一收腳啊 就方向就在正邊的時候要收 這個中間收的時候這個腳就不好收了 它用什麼呢 它不是原來那個角度 你看到原來的角度是在這個 是在我們現在的 就是基本上在西南角這個方向來出去的 是吧 你看我們這雲手啊 比如說第三個雲手到這兒來以後 右腳朝裡扣 在這兒 單邊 出去了 出去以後自然就能夠收得回來了 是吧 所以斬正身了以後 你坐高探馬的時候 中心扣你方過左掌來 你這個身子還得轉到這兒來 轉到這兒來這兒滾了 你看這個腳能夠起來了 都能夠擺這樣 朝前走了 如果你是不是這樣走 而是咱戰爭就收 這個腿啊就不好收 往往呢有很多同學啊 坐到這兒的時候 這個腳拿的時候不好拿 就往回拖 不要拖 找方向 這一段 就坐到這兒 現在呢 用楊君呢 那再連續地坐一坐 好 在那兒 她好 我又收到 那些回憶 對 我又收到 來 在那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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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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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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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